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类似 这样子全部就切好了 要切12片或者是15片 那么拿这个来卷这个肉 这个肉里面已经放了太白粉 酱油 蛋白 盐 胡椒粉 把它调好 那么要卷的时候要记得每一片上面都给它撒上一点太白粉 这样子等一下那个肉馅才不会掉出来 好 这样子给它摸一下 那么把这个调好的这个肉呢就是这样子一球 不要太大 给它这个卷起来 这卷的时候呢是这个带皮的这个头呢是大头 所以呢像个喇叭花一样的就这么卷 卷好 卷好了要用这个牙签呢把它固定一下 固定起来 那么这个全部煎好了的这个肉就要给它泡一下姜油 再给它炸过 然后呢再来烧 这个绞肉里头呢你也可以放一点这个笔起脆脆的 也可以放一点虾米让它有鲜味 好了就这样子卷好了 现在放到这个大的碗里面 给它去泡姜油 用一点深色的姜油把它作色 然后呢用这个热的油呢把它炸一下炸黄了再来烧 好 这样子已经都有了酱油颜色了 就放到这个锅里头呢来炸 现在这个锅里的油还不够热啊不够热 那么这边呢我已经有一些这个烧好了的 有一些烧好了的 烧的时候呢这个 跟平常的这个红烧肉烧法一样 你可以放葱姜一起来烧 那么另外呢就是 等它烧好了要往外拿的时候 你这个肉的这个牙签 记得要给它抽下来烧好了 这样子烧好了的时候呢 这样子一个一个的这个大口朝外 给它摆在一个圆的盘子里 那么盘子的这个中间要记得放一点这个炒过的这个青菜给它 好 这样子都给它加出来 把这个牙签呢给它抽掉 这个汁呢要给它勾芡 好 这个汁呢给它勾芡 这个有太白粉的水 好 滚了啊滚了就勾芡 好 这边的肉呢已经好了 用肉勺给它捞起来 这个炸的时间呢要不必要太长 只要是它这个够黑 好 现在呢就可以这个 把这个汁呢就往这上面淋 就往这上面淋 好 这个呢就是给您介绍的这个喇叭肉 那么这个葱姜都拿掉 烧烘的时候的葱姜 烧好了的时候呢就不必要一起上桌了 这个烧红烧肉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呢就是先用油把这个葱姜煎过 然后呢就把这个姜油啊酒啊都倒下去 那么把这个炸过的这个喇叭肉呢 就一个一个呢都给它放到锅里头 用小火慢慢的要烧 差不多要烧半个小时 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用油来炒这个糖 炒这个冰糖 把冰糖炒得融化了 然后呢有了颜色再加这个汤 姜油 酒 给它滚过再把这个炸好的喇叭肉放下去 那么这个喇叭肉炸的时候 今天呢因为泡酱油的时间太短 所以不够黑 泡的时间长一点一炸 马上就会有这个酱油的颜色 就捞起来了 不要炸的时间太久 因为它是肉皮 所以比较容易爆 希望您能够小心的做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